如果你拿手去喂那个鸡呀 喂那个鸭呀 或者是喂那个狗 那个狗会咬你的手吗 不会 但是中国大陆会台政策出台这么多年给台湾提供了这么多的物质力 看得见的实际的重大的物质力 一年一千多亿 台湾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回应的 从06年5月1号开始 陈水扁那会儿 大陆啊 人之一介啊 大人大量啊 向台湾出台了 15个大象若干小象会台政策 而后到了2018年会台政策高达31个大象 涵盖了贸易 旅游 产业 财税 用地 金融 就业 教育 文化 医疗等等多个领域 大陆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和平统一 为了一国两制啊 为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 大陆宁愿吃亏 即使到了2021年 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顺差达到惊人的1716亿美元 就2020年又增加310亿美元的情况下 大陆依然确实这么做 但是 台湾方面是怎么做的 大陆方面这么做 如此诚心诚意收获了什么呀 台湾地方当局是和大陆亲了呀 还是跟美国更亲了呀 一国两制 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 还是越来越小了呀 所以戴温群先生和罗女士两个人的文章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不得不武统的情况下 请问一国两制的前提还存在吗 如果要把和平统一理解为通过兵不血润或者小规模的军事斗争实现统一 那也是可以的 但任凭我们想象这样的和平统一 只能是在兵临城下 在降维军事打击的威逼之下实现 实际上是逼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降的一方只能提出保障其生命或者其他的生存的基本条件 如果降方还要求受降方给予自治权 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司法权 外事权 甚至拥有军队的权利 请问我们应该答应吗 所以和平统一是有前提的 所以我们必须扩清眼前的事实 真实的看到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在台海发生的事情 戴先生罗女士分析这种现象 他给了一个判断 他就是一国两制啊 现在实际上是难以操作 就是难以实操啊 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你即使实现协商谈判 合同 那在台湾怎么实行一国两制 咱现在台湾还没搞 咱拿香港做个比较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27年了 我们取得一定成就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和参照系 台湾和香港的 显著不同 是面积 以及与大陆 本土地理上的联系 香港面积只有1106平方公里 不到广东省的1% 本身就是大陆的一部分 台湾岛子 是35882平方公里 是中国第一大岛 面积是香港的32倍 大陆与台湾岛 台湾海峡相隔 台湾海峡北从 台湾新北市 向西与福建平潭岛相对 海峡南北长 300公里 最窄的也100多公里吧 最宽的400多公里 平均宽度 180公里 香港那地因为面积小啊 和大陆紧密接壤 所以香港居民用水 蔬菜 粮食 以及住宅 商业大部分用电 都得靠着大陆 离开大陆 香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 台湾不然呀 台湾有足够大的面积 台湾经济可以不依靠大陆自己自足 由于远离大陆 军事上也可以依靠 一道宽阔的海峡而居险自首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失而复得 得而复失的最重要的原因 香港人口700万 台湾人口是香港的三倍多 最要命的就是现在台湾年轻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 他不愿意统一 不愿意回归 那香港回归27年实践证明了 一国两制 之间存在着 立法 司法 执法教育宣传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难以克服的矛盾 长久而言 更是如此 香港之所以两年前发生了那严重骚乱暴乱 佩洛西说美丽的风景线 波及全球 主要原因就是20多年 你没办香港的立法权司法权抓在国家手里呀 一度放松了呀 没有把爱国主义贯穿到教育宣传当中 没有进行去殖民化的彻底的行动 直到 几年前 国安法系列制度落地 才力挽狂澜 毛主席的话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 当年乾隆派重兵远征新疆好不容易镇压了 阿姆萨纳的叛乱消灭了蒙古种各尔部 后来 为了彰显自己皇恩号弹宽荒大量不派军队不遣官员任其自治 让已经归顺朝廷的大小合着部落分别 统治南疆和伊犁 也算是一国两制一种操作吧 结果 这两个合着本就有一心一招大权在手 很快反派 戴先生这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 这个问题应该做一个重大议题去研究 那乾隆没办法 只好劳民伤财 再动员 然后再打 结果打了两年多 艰苦评判 最后才 重新维持了国家统一 说这话的意思很简单 不是为了说新疆而说新疆 而是把这个事放到台湾的事上 大家衡量一下 如果将来允许台湾在制度上另行其事 搞一国两制 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香港是个例子 那新疆是个更大的例子 新疆的例子很少有人提及对不对 关于这个问题话题很长 先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共国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 再见